第一个,在串接,在Excel里面一定是等号开头 特别知道,常常同学也是忘了加个等号 记得要输入什么东西 先加个09 前后双印号表示是一个自串 自串,然后其实文字 end什么呢?end这个东西,end这个储存格 所以把这个储存格包进去做end 然后一个minus的符号 ok,一个-的符号,然后end什么呢?end当然如果你直接给这个的话 那当然打勾啦,我们来看一下,它变成这样子,少个0 ok,那怎么办呢? 我们当然就是在加这个之前,我们可以 把它delete掉好了,也许先打个rept,我要repeat几个0 repeat,这个可能要自己打 不然你就要点前面这个箭头,它也可以帮你加这个函数 钱瓜糊他问你说要补什么,要补0 补几个0呢 根据什么? 用3来减 3 减掉 因为他就是 三个嘛,不足的就补 所以l1n 这边加一个l1n,3减掉l1n 去算一下,l1n算它里面有几个字 那 两个字嘛 ok 所以 回来是 1一个字,所以这个时候呢,记得后瓜糊 也就是意思就是补一个0 3 减掉 里面,这个回来就两个 补一个,打勾一下 你会发现 0911 dash一个0 然后呢,后面再 tungetend 一个什么 84 再打勾 ok 后面这个末码的话 其实规则跟前面的区码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是 从这个end符号到后面这里把它Ctrl C 直接到后面Ctrl V 那把这个 G4呢,直接换成H4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把它选一下,点一下就好了,它概括,那你用打的也可以吧,打勾 ok 这样就完成了 应该可以了解吧,这个 这个,就是REPT,实际上前面这个部分呢,指的是重复几个0 后面呢,是指的它原来里面的资料 后面这个H4也是一样 但是后来 这个是 某电信公司主管他们 要这样做啦,不过我发现 这样做反而 稍微麻烦一点 实际上 在函数里面呢 有一个函数,它可以做格式化 那所谓格式化,就是说,如果你要3码,你就给它格式化0,0,0就好了 它如果不是3码,它自动会补0 那个函数的话,基本上 就是一个叫TES函数,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假设 我要把它改一下,我不要用这个函数 我可以用另外一个 叫TES TES 这个TES函数呢,基本上呢,当然你可以拆误函数,你自己看一下 或者是钱瓜糊之后,它也会自动跳出那个提示 这个是什么,Value Value指的是,你要给我一个值 那个值的话,实际上就是你的区码 逗点之后的话呢 Format TES,指的是你要格式化成什么 这时候特别重要 你给它0,0,0 特别之后,这个后面三个0,指的是它格式化的文字 请你帮我格式化成3码 OK,然后呢,后面的话我再加个后瓜糊 直接打勾啊 OK 你会发现0,84 结果也会一样 但是 基本上,虽然说逻辑,虽然做出来结果一样 可是呢,逻辑不一样 那后面这个当然,我们把它贴上之后 这边一样可以把它改成什么,改成H 直接改这边也可以啦,或者直接点一下也可以 OK,08,点两下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完成我们样的结果 那哪一个方法好呢 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好一点 也比较短一些 那这两个 公式 其实做完之后啦,当然我在云端上都会放 所以如果你假设做的时候 有点 做不太出来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云端这边 这两个公式 那当然 做完这两个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 就要再来看 VBA了 OK 所以 VBA 那不过VBA要做之前 特别注意 必须要开启什么 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呢 本来不存在的 就是这个开发人员 那因为我刚刚有把它执行了 所以 就已经出现了 那这边说,你们的电脑应该是没有开啦 除非说你平常就已经开始在玩 VBA 不然这个应该是没有开启 那要怎么开启 其实实际上呢 他是有个机关的 那你要把开 开发人员打开的话 不需要安装任何东西 我觉得VBA这个地方倒是 很棒 因为 像其他软体都要安装一大堆 有的没的 像现在最新的那个微软的Visual Studio 安装起来就要三十几GB的空间 要安装一大堆 而且要安装很久 那VBA什么都不用装 你知道怎么样 在 点这个箭头之后 其他命令 自定功能区这边 记得把这个开发人员打勾 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你的开发人员就就出现了 OK 那理论上 当然没有必要 没有人会去开他 因为开他之后呢 基本上你就是要使用开发人员的这些相关功能 那表示你要心理准备 因为你说你打开之后呢 你可能就要做开发人员要做的工作了 OK 所以 难度 基本上 应该会是三级条 所以你要点心理准备了 OK 那接下来 所以甚至有些同学来上课 他其实也是看到其他的同事都有开发人员四个字 可是他没有 OK 他就觉得很紧张 为什么 这怎么开的 然后另外看到其他有个按钮 他没有 他就觉得 好像有点紧张 他觉得 好像感觉有点跟不上 所以就来报名上课 可能 好像蛮多是用这样的同学 OK 所以呢 当然你今天上 至少今天 你要懂的开发人员一定要打开 再来今天至少你要学会按按钮的东西 反正至少 你也会有按钮了 OK 所以你现在 你上班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他打开这个功能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开发人员 2010 的版本是这样子 可是2007 位置不太一样 我好像底下有截图 如果你们要参考可以看一下 位置有点不太一样 那2013 2016位置都一样 所以不用动 还有2003 那更旧 2003的话 又更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建议是 2010 会 20 我们这是2013 会是最好的版本 那 怎么样开始 第1个开启它 第2个再来要撰写程式 就要靠这个了 Visual Basic OK 所以待会的话 请你把这个打开 再来就切到Visual Basic 那Visual Basic打开之后的话 基本上呢 他应该原来的画面应该是长这样子 可能你们在开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有写一些程式在上面我把它移掉好了 这个本来是没有的移除掉 应该你进来的话应该会长这样子 那我是建议就说第1个 你把它打开之后请你先做一件事 先把它移到这边一下 然后把这个画面给缩小一点点 为什么要缩小一点呢 因为将来我们要撰写程式的时候 撰写VPA程式的时候 通常是一边看你到底要做什么 再去撰写你要写什么 也就是跟那个你的画面里面的 储存格位置是有互动的 不是说你乱写 你不是说闭着眼睛去写 不用你就是看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就是一边看一边写就写出来了 所以其实都有逻辑性的 所以第1个 所以我的习惯是 把VPA的环境 怎么样 稍微缩小一点点 移到旁边 让你可以看到你到底要做什么 第1个 第2个的话 请你 在撰写程式之前 请你要先按右键 在哪边按右键 在这个叫专案 专案总管里面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也就是以后 我们要撰写 VPA程式的话 一定要 有一个模组 一定要模组 不要有些同学乱点 点开来就开始写 这个其实是错的 OK 记得先按右键 插入一个这个模组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白色的区域了 OK 那当然你这边 开跟关 比如说模组可以打开 关的话怎么关 这边有个关闭 对不对 如果你要开就再点它一下 基本上没事的话 你不要一直插入模组 不要像之前有同学 一直插一直插 他可能因为这个东 这个地方盖住了 他就没有 没看到 再来 一直按 他就一看 然后因为很多个 所以他不知道写 写到哪边去 他就找不到 基本上你们现在 只需要一个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你刚开始入门的话 你不用 写那么多 那什么时候会有 很多个 就是你程式写很多的时候 你要分类 不一样类别的这个程式 你可以写在不同的模组上面 才需要 如果暂时没有必要 那你就先 只要一个就好了 一个OK 然后呢 试着就是 可以开 可以关 可以开 可以关 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说 关的话 像之前有同学 就是不小心 看到这个叉叉 跟这个叉叉 他也都把它关掉了 关掉之后 他想说 会不会关掉之后 进来呢 他又恢复了 好像不会 对不对 这边之后 如果说你那个 关掉之后呢 请你注意 只要记得呢 一个最重要的 那个 到检视里面 那个东西要 专案总管 OK 直接把专案总管再打开 那你就恢复到 那你就恢复到你要 撰写程式的那个位置 专案总管 模组再把它打开 这个时候就可以 再开始做编辑了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编辑器 顶多是把跟那个 比记事本还要稍微厉害一点点而已 就是在这边打程式 好 这个是第一个 环境先把它设定好 然后 然后再来等一下我们来看 怎么样去做 刚刚讲的VBA的两种形式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 不是这个 第二个是 插入函数里面 会有一个使用者 制定的那个部分 两个部分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刚刚的部分 主要我们会先利用那个内建的函数 那我 我们有两个方法 方法一的话是用那个 REPT加LEN 方法二的话是用 TEXT 这两个 做法 在云端上 都有 参考答案 不过建议如果你可以 自己做的话 那就可以 尽量自己试试看 如果实在是做不出来 或者是卡住的话 可以在参考云端上面 会有比较完整的说明 那做完 刚刚的那两个部分之后 那再试试看用那个 把开发人员 好记得把他打开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